港大法律是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三个人 被控在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中 作出招致选举开支的非法行为 案件是东区裁判法院审理 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9号 三个被告是叶剑青、石首正和戴耀廷 各人被控四项在选举中 作出招致选举开支的非法行为罪 控罪指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 被告并非候选人或任何候选人的选举开支代理人 但透过鸡蛋同盟刊登陆广告 招致选举开支合共超过25万3千元 三个人无需答辩 案件转到区域法院审讯 叶剑青和石首正继续以现金1万元保释 不得离港和接触控方证人 五大饶庭因为初选案继续还押 元 fatoul 文字幕制作与 文字幕制作人 兵